竟然是被女神寫到 光是一頭亂法都能被女神田復真Cue到 让民进党立委王世坚跨界演艺圈 空战能力备受肯定 如今更被点名 有望挑战2026台北市长成为刺客 我不可能参选市长 因为我现在有那么多重要的在立法院的任务 选市长完全不在我的生涯规划 而且我个性上也不太适合 一口回绝外界传言 但前立委高嘉瑜透露 他2022年就曾当蔡总统的面 推荐王世坚战北市 因为他是唯一能够打败蒋万安的真男人 他那么多次给我当了一日市长 我已经可以写在族谱了 那如果说你扮演骑兵背水一战呢 我不晓得党真的有这么讲 应该不会吧 他的确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一个真男人 所以也很希望他能够过去在议会所答应 能够协助台北市各项政策的推动 能够在中央帮我们发声帮我们争取 但绿营不止王世坚 内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参选2026台北市长呼声也很高 世坚大哥有意愿 他当然是一个骑兵也是一个战将 民进党内有我们的民主程序 大战王世坚但也没将自己参选的可能性说死 绿营虎视眈眈要修复尸土 民众党的黄珊珊也可能卷土重来 黄珊珊加油 带着子弟兵黄静莹 黄珊珊跟黄世坚一前一后到设子岛跟居民座谈 蓄邻2026还有两年时间 但优致之事已经悄悄备战 三绿新闻黄承博 热武军 叶小组台报道 黄珊珊